各位請到九龍城 大家好 現在我為大家介紹 一年一度的年糕 這個年糕我們用的材料有三種 最主要是這個蔗糖 我會選用真城的蔗糖 它特別有蔗味 還有它是黑糖 今年的包裝就是這樣 各位想買請去九龍城 很多地方都可以買 另外就是糯米粉 記得我們做年糕不是用米 一定是用糯米粉 然後我會放油 油我會用有機的 用這個有機的椰油 或者你們買不到椰油 就可以用家裡的花生油 什麼油都可以 兩湯匙 即是我們的材料 油就是兩湯匙 這個糖就是一斤的 還有糯米粉是一斤的 這個糖就是一斤的 我覺得一斤的糖的份量 是比較甜的 我會減的 我怎樣減它呢 我會首先 我將它煲去先 我減兩條出來 不要兩條 這樣就對了 就是剛剛好 又不是很甜 剩下這兩個 我們將糖煲滾了 用多少水呢 我們用兩杯半 三杯水 我們用三杯水 即是說你們家裡的食飯碗 不要滿 你們食飯碗 即是我們中國人食飯碗 三碗 就不要全部滿 杯是最穩陣的 如果你們家裡有兩杯 三杯水 就將十二兩左右 至十三兩左右的蔗糖煲好 煲滾了 就攤凍 好了 現在我們開始煲 稍後回來 看看我們攤凍了 怎樣去做這個煉糕 好了 這麼快 我們這個蔗糖 加水 已經煲好了 我們煲好了 蔗糖水 我們把它攤凍少少 暖的也可以 首先我們為了蔗糖 因為蔗糖會有 怕它有些粒粒 怕它不乾淨 就把它攤凍一下 因為蔗糖是這樣的 底部有少少 好像是有些黑色 一定會有這些 我們把它攤凍一下 會乾淨一點 攤凍之後 我們將它 這一包的糯米粉 記住是糯米粉 不要加入糯米粉 糯米粉 倒進去 糯米粉 攪拌一下 什麼方向都可以 我們以前的老人家 做年糕 就說要搓很久 不需要的 我們只在這個過程 就可以了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加油 等它再滑一點 油幾時間無所謂 最後加就可以 之前加就可以 攪拌至差不多 加兩匙油 加兩匙油 鹽油 加了比較香 而且它很健康 不會有的 這個油 攪拌 最好這個鹽油 趁糖 熱一點的時候 加下去會更好 我們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會問不知何時會滑 很簡單 我們拿個篩篩不大便 攪拌均勻 就可以了 好了 慢慢攪拌 攪拌均勻 搭拌均勻 就可以蒸了 用什麼來蒸呢 石子盆也可以 膠盆也可以 家裡有什麼用來蒸蓮膏的器皿也可以用 攪拌均勻就可以拿去蒸 最好蒸之前用這個沙機隔一隔 這樣就可以了 我會喜歡用複製盆 蒸出來之後很漂亮 上海街周圍都有賣 這個時候還會找一個人幫忙 因為單手是比較難做的 一個人幫忙 再攪拌均勻 倒下去 這個就一盆 這樣就一邊隔 有些攪拌不太乾均勻 這些可以看到 一定會很漂亮 現在我們拿去蒸 現在我們已經蒸了超過一小時 如果你猛火蒸應該可以 因為它很小 蒸好之後 我們攪拌一下 五分鐘就可以了 我們用少許麵匙筋 撈一下這裡 拉一下 然後它整底糕就可以 可以把它放出來 這底糕這麼漂亮的複製年糕 說得這麼快就做好了 不會浪費你很多時間 就好 加上的精緻 這樣我們可以買嗎 對 然後 我們吃了 再加上煮 我要稍微 加上煮 加上煮 大家 好 還沒 elles 有 加上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